我們現在台灣農業缺工問題有多麼嚴重呢 就有查農舉例說現在的采茶姑娘 三個加起來200歲 已經是采茶阿嬤了 農民的平均年齡是62歲 有時候農忙的時候有錢 你也請不到農工 農委會主委陳寶基說 引進農業外勞恐怕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預計會在明年初試辦 也由於各項作物農忙的時節不同 所以農委會嚴你 要由農會或產業團體來負責整合缺工狀況 包括花卉 茶葉 香菇 水果 畜牧葉等等 都在試辦的產業選項裡面 原則是不影響本國勞工的工作機會